备战2024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上午出席桃园信赖只有会授旗大会 对深县幼儿园未要事件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是呼吁新北市要成立医疗小组进行追踪 而侯友宜则前进台南对光电政策发表看法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昨晚在高雄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洛森伯格参选 柯文哲今天表示他向美方承诺 不管谁当选台美的关系不变 合照握手来者不拒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第二天继续在高雄的行程 前一晚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参选 柯文哲表示已经承诺不管谁当选台美关系不变 美国政府一再表明说他们是不会干预台湾的选举 只是希望说不管谁当选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可以保持良好 我说这没问题啊 这个不管谁当选台美关系都不会改变 接受于明称秦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周六下午到台南七股 关心沿海重电情况 与民当面控诉重电冲击生计 柯文哲表示感慨痛心 认为能源政策需要调整 侯友宜前进被视为民进党主战场的台南 民进党总统参学人赖清德在出席桃源信赖之友会首期大会 则对新北幼儿园味药事件 呼吁新北市要成立医疗小组进行追踪 我非常希望新北市政府一定要慎重照顾这些孩子 尤其要组一个医疗的小组 而且要追踪相当的时间 赖清德也进一步表示 医疗小组至少要有小儿神经科医师 儿少精神科医师等专业人员 赖清德以医师的立场对侯友宜提出建议 也指出中央政府给了很大的资源 希望各界珍惜 蓝绿各控交火 记者综合报道 不必用